看到了这艘船了 这艘船怎么买到的 这个太复杂了 得说两天 经历了好多年 就是辗转六国 辗转六国 对 最后终于从韩国开回来 这船的以前的名字叫Ikaru 现在改名叫北京Ocean Leader 今天就是我们的交接仪式 这个船排水量多大 这盘水量 满载盘水量 近8000个 8000个 哇 很大的一舟船了 这是加拿大海军设计仪设计的 然后在日本生产 然后一直在加拿大服役 退役之后我就用各种方法 想去买的时候 人家卖不卖还一回事 对 这个特别复杂 一开始的时候是只卖我壳子 发动机要拆除 尾轴要抽掉 然后最后聊聊聊 经过多年的攻关吧 换了很多的公司 换了很多的船东 就把它慢慢地这么买出来了 但最后 所有的船上的操作文件 全都被烧了 因为这个装备使用最难的就是 你怎么用好 然后船上有几套系统 也坚决就没告诉我们怎么使用 我们现在还差最后一套系统 没有莫明白 但是不是特别重要了 没有什么 我可以帮助你 打不抢了